大家都知道,美国人平时饮食,基本上都是牛肉居多,美国人很少吃猪肉,更别说吃猪的其他部位的肉,比较受美国人欢迎的可能也只有猪的腰身部位了,因为这部分肉美国人叫做培根肉,而在我们中国貌似叫它五花肉,即便是培根美国人也不经常吃,一周能吃一次就很不错了。 那么,既然美国人那么不喜欢吃猪肉,为什么却成为世界上第一养猪大国呢? 其实,原因很简单,养猪对于美国来说,养殖成本很低,而且美国人土地多,作为一个农业大国,一直都是高效率的养殖,托载机械化,养猪科学化,什么养猪的食料都是自己种植, 所以,养殖成本算下来只有中国的一半,当然,他们养了很多猪,最终都用于出口。 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,而且美国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极为严格。 所以,很少有消费者投诉,这就是得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很顺畅。 在美国,是允许使用瘦肉精来减肥增瘦,从而增加猪肉的品质,然后,出售的时候,把瘦肉精在猪的体内消耗殆尽。 所以,这样就不会让猪肉品质的安全指数超标,这就使得美国猪肉特别受欢迎。 据统计中国是美国猪肉出口的一个大市场,每年从美国进口的猪肉,大概有36万吨左右。 中国猪肉的第一大进口国是加拿大,每年从加拿大进口的猪肉,大概有37万吨左右。 中国政府对于瘦肉精的限制比较严格,所以,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猪肉也是监管比较严格的。 而加拿大为了把猪肉卖给中国,在加拿大境内已经禁止所有的饲料生产商使用瘦肉精。 其实,小编觉得中国本土猪肉也挺好吃的,因为中国本土猪都是黑猪,白猪是后面从外国引进的。 小编小的时候,家里面养的过年猪就是黑猪,现在都没人养了,这种猪肉吃起来更舒服一些。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吃过中国黑猪。 鸡猪 鸡猪